所以有时候练一点功夫可以防身也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看台北有这名男子 情绪失控居然两手拿着菜刀 在街头上面乱挥而且自残 警方跟他僵持了一个小时 最后看他好像有一点疲倦了 上前避烟给他劝说 这名男子第一个要求警方 先把枪卸下来才能够靠近 那么这名远警之所以敢靠近呢 最主要他自己是一名柔道高手 凌晨五点多 王姓男子赤裸上半身 双手各拿一把菜刀 情绪很不稳定 他在这里两手都拿到菜刀 到弟弟家借钱不成 男子突然失控冲进厨房拿菜刀 疯狂乱吼 还用刀子划伤手脚 远警到场戒备 救护车也在一旁待命 警察跟他僵持了一个小时 终于将他送移 冒着危险上前劝阻他是万华分局警备队员警周金勇 当时男子要警察卸下枪支 周金勇评估有自信能处理 关键在于 就是这样好身手 周金勇学习柔道十多年 是个柔道高手 去年是台北市警察局柔道冠军 之前也在台北县夺下冠军 柔道底子 加上冷静观察对方神情 在地烟柔性劝说 周金勇顺利化解这一场街头会道虚惊 绝对新闻张宏生吴嘉惠带秋荣台北报道